写在前面,雷达发现光学锁定,激光发射不到10秒钟,进前米外一架试图侵入防御区的无人机就被击落,如果当初英国能拥有这套系统的话,就不会再出现航母遭受无人机入侵而束手无策的尴尬了。 11月26日,北京郊区某测试厂国荣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药物禁具近空防御系统时装测试中的激光远程大机无人机演示,赢得振振喝彩。 在场的专家表示,对600米以下低空飞行的消费及无人机跟系统可有效进行管控,特别是其千瓦及激光可对侵入防御红区的无人机等低慢小目标实施有效物理毁伤可作为要的低空防御的逗避应手段。 激光毁伤无人机演示,无人机靶子被击中,要的禁具近空防御系统,激光发射器,被击中的无人机,被击中的无人机,实验人员拿回被击毁的无人机。 据介绍,要的禁具近空防御系统是当前我国军民融合领域的代表性科技成果,集成了无人机管控方面的多项先进技术。 融合雷达搜索,红外探测,拼谱监测,可见光跟苗等多种探测手段,利用电子对抗,光电干扰,激光毁伤等多种打击手段,能够对无人机,空飘球,孔明灯等低慢小目标实施有效管控,可广泛应用于重要军事设施,交通枢纽,中大活动的禁空防御。 2017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的四次综合测试中该系统军取得优异成机,被击中的无人机瞬间掉落,无人机把子被击中。